哈喽大家好,正经胡说的将将来了 富士康在我国是一所著名的工厂 许多卫生计奔波的人大多会选择去富士康的工厂工作 他的薪水虽然相对较高,但却需要经常加一夜班 那么富士康熬了八年夜班的年轻女孩现在都怎么样了 自评中的女孩今年24岁,没想到吧 小编看到她的第一眼,并不觉得她是一个24岁的孩子 她已经在富士康工作了八年 每天早晚都是她的工作时间 实际上这样的工厂都是两边倒 白晚班轮班的状态 同时多年重复着生产线相同的工作 不仅无聊还烦人,所以没有多少人能坚持很久 而女孩坚持了八年,女孩也患有严重的颈椎病 她的面首也很差,给人一种阿易的感觉 长时间的熬夜,让她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在工厂工作生活,没谁有能力和你聊天 女孩觉得很压抑,而且藏里男生很少 连终身大事折腾的女孩疾走的问题 即使女孩有心也没那个机会和经历 一般来说,在这样的电子工厂工作对身体非常有害 如果你有能力,尽量还是不去 你对此怎么看,欢迎点赞评论长方